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营收增长3.8%至675亿美元 其中晶圆制造材料收入增长3.3%达到429亿美元 封装材料收入增长4.7%达到246亿美元 除锡和聚原体上锡SOI外所有半导体材料细分市场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由于行业持续消化过剩库存 2024年对锡的需求尤其是在后原细分市场依然疲软 导致2024年吸收入下降7.1% 按区域来看 2024年台湾以201亿美元的营收连续15年 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材料消费地区 中国以135亿美元的营收继续实现同比增长 在2024年位居第二 韩国则以105亿美元的营收位居第三 除日本外所有地区在2024年均实现了增长 SEMI指出整体半导体市场的复苏 以及高效能运算和高频宽记忆体制造 对先进材料需求的不断增长 支撑了2024年材料收入的增长 虽然如此但看起来三星的HBM3E项目进展并不顺利 因为该公司不仅无法获得新客户 而且据报道现有客户正在转换供应商 据电子时报DG Times报道 由于三星的HBM公益无法达到行业标准 Google等众多客户正在将HBM3E订单转移出三星 在HBM方面 三星是较晚进入这一领域的公司之一 而SK海力士和美光等竞争对手则已与主流合作伙伴展开合作 当有报道称辉达将三星纳入其供应链时 三星对该领域充满信心 但现在看来双方的合作似乎遥不可及 据称除了辉达之外 Google也是三星HBM3E的客户 该公司将HBM3E用于搭配其TPU Google正在与联发科合作打造一款新的AI加速器 这家科技巨头已将这一供应链变化告知联发科 这反映了HBM3E从三星转向美光的趋势 据称美光已在HBM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主要为辉达和许多其他顶级公司供货 辉达透露有意将HBM3E工艺应用于H20AI GPU等中国专用AI晶片 让三星看到了HBM3E工艺的希望 但随着新的出口限制出台 三星被纳入辉达供应链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 三星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HBM2和HBM2E等工艺 如今正被中国替代产品所取代 另据海外媒体WCC FTECH报道 三星今年年初发表的年度旗舰智慧型手机 Galaxy S25系列由于放弃搭载自研的Exynos 2500晶片 这可能将造成三星约4亿美元的亏损 此前的消息显示 由于自研的Exynos 2500处理器良率不佳 三星才决定Galaxy S25系列全面改用高通骁龙至尊版Snapdragon 8 Elite 三星也曾坦诚目前自家SoC无法与高通旗舰晶片竞争 而放弃Exynos 2500的这项决定 也导致三星此前在Exynos 2500上的研发和制造投入 基本打了水漂 再加上全面外购高通的旗舰晶片 使得其今年的零组件支出大幅上升 更直接造成约4亿美元损失 为了避免重研惨剧 传闻三星明年将重新推出自研的旗舰处理器 Exynos 2600 但仅部分Galaxy S26进行采用 爆料者周克拉什也表示 Exynos 2600会用于Galaxy S26系统 并引述产业人士消息称 在三星Galaxy S26所搭载的处理器中 高通新一代骁龙旗舰晶片将比Exynos 2600效能优势更高 推测三星选择部分 Galaxy S26系列机型 选择搭载Exynos 2600 主要是为了压低日益上升的晶片采购成本压力 而非追求效能竞争力 该爆料者认为 由于良率偏低导致可供出货的晶片数量不足 Galaxy S26系列中 仅欧洲版会搭载Exynos 2600 而此前三星放弃Exynos 2500处理器 其旗下System LSI部门就盟受约4亿美元亏损 2025年第一季财报显示 三星重申目标是下半年稳定2奈米GAA制程的良率 并进行量产 目前Exynos 2600在2奈米制程上的市产量率约30% 虽然偏低 但数字相较3奈米时有明显进步 若三星量率提升至60% 有望达到全面量产标准 为Exynos 2600正式商用突入 三星代工厂近期发展不顺 其在3奈米工艺制程上的困境以广为人知 导致该公司可能错失高通和辉达等公司数十亿美元的订单 此外 其传统制程的需求放缓 迫使三星关闭部分生产线以降低成本 AMD近期预计将采用三星的第四代4奈米制程节点 SF4X 但据报道该公司已决定放弃 AMD放弃该交易的原因尚不清楚 据了解 三星代工厂于今年3月开始量产采用SF4X制程的晶片 三星自2021年以来一直在生产4奈米晶片 并持续升级该制程技术 最新版本的4奈米制程采用后端线路布线技术 可降低制造成本并提升晶片效能 据此前相关报道 AMD原本计划采用三星SF4X工艺制造其伺服器CPUIO晶片 因为台积电的4奈米产能不足 无法满足AMD的需求 三星或许是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 众所周知三星与台积电展开激烈的价格竞争 以赢得客户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一份新报告称 AMD已决定不再采用三星的SF4X工艺来生产这些晶片 或许是为了获得台积电的产能配额 又或许是为了与三星达成更有利的协议 但无论如何 这只会加剧三星代工厂的挑战 另外摩根士丹利言报称 Meta和微软的强劲AI资本支出 应会消除对台积电晶片需求的担忧 Meta将全年资本支出提高到640亿至720亿美元 而微软则暗示AI需求依然强劲 摩根士丹利预计 2025年云半导体业务对台积电收入的贡献 将从2024年的13%升至25% 这些分析师表示 把用于AI伺服器的网络晶片和CPU也包括在内 从2025年起 AI为台积电收入带来的贡献应会超过30%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